大家好,这里是慧妈小薯良 很多朋友在煮汤圆的时候 总会出现一些小情况 不是破皮,就是肉馅 那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 煮汤圆的小技巧 煮出来的汤圆,暖暖,香甜,有Q弹 而且一点也不破皮,不肉馅哦 大家赶紧跟着视频 一起进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啊,我们先准备一包汤圆 汤圆的数量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家人口的数量来备用 汤圆我们在店里买的时候 都是很难买到那种现场做的汤圆 因为现场做的汤圆不好随放 所以我们平时买到的这种汤圆 一般都是速冻的 像这种速冻的汤圆 我们打开后都会看到一层厚厚的冰霜 而且冰霜里面还带有一些粉质 这层冰霜呢,它懂一下就会自然融化 融化以后它就会全部粘在一起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直接把它倒入锅中煮的话 就很容易糊汤哦 那接下来我们先把汤圆倒入一个碗中 然后再把薰水给它倒入碗中 记住薰水一定要没过汤圆哦 我们就这样子让汤圆在里面泡个30秒的澡 在浸泡的时候时间不宜挂闪 我们在浸泡汤圆的挂闪中 汤圆会边解冻一边吸收水分 这样子塞笼及时 补充在解冻的过手中流失的水分 泡澡的时间到了 那下面我们先把汤圆捞出来 控干一下水分 然后倒入盆中备用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往锅里加入数量的这个薰水 然后再把盖子给它盖上 我们先开大火 把锅中的水给它烧热 锅中的水温大概五成热的时候 我们就倒入一勺白糖 然后再用勺子 不停地把里面的白糖 给它搅拌融化 大家会很好奇地问 为什么要加入一勺白糖呢 因为加入白糖的目的 只要是增加水的浓度 因为我们在煮汤圆的时候 汤圆不会吸收太多的水分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防止 煮出来的汤圆不从形 这样子我们煮出来的汤汁 会变得更加的心甜 汤圆也会变得更加的Q弹 搅劲 然后再把汤汁给它舀两勺 放在碗中备用 那接下来我们直接把汤圆 给它倒入锅中 我们在煮汤圆的时候 切记一定不容等水烧开后下锅哦 如果把水烧开后下入汤圆煮的话 汤圆会变得容易煮上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在煮汤圆的时候 一定要用温水下锅 才是种些的作法哦 好啦 汤圆煮开后 那接下来的这一步也是非常的关键 我们把刚才舀出来的汤汁 给它倒入锅中 这一步呢 叫点水 点水我们一定要用温水 切记 不要用凉水哦 用温水煮出来的汤圆 口感会更加的Q弹 点水这一步 我们主要是洗到三个作用 第一呢我们可以洗到一个降温的作用 这样子可以防止水不停烧开后 而导致汤圆破裂 第二呢我们煮出来的汤圆 汤汁也要更加的清爽 第三呢我们可以借制热胀浓缩的原理 速食热量进入到汤圆线里面 这样一来呢可以让汤圆熟的更快 而且不会出现夹心的情况哦 把汤圆煮成这样子全部飘糊在上面 就证明汤圆已经全部熟透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直接把汤圆 舀出来倒在碗中 用这个方法煮出来的汤圆 每个都非常的漂亮 圆溜溜的 吃起来呢口感非常的劲道Q弹 而且一点也不会发怜 用这个方法煮出来的汤圆 一点也不会出现肉馅的情况哦 咬上一口暖和香甜 哇真的是太香了 吃到嘴里甜到心里 好啦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赶紧收赏起来试一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换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